对我的眼下皱纹没有任何的帮助 在我这里效果相当明显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是想分享一下 目前为止我用过的一些眼霜和我个人的使用心得 我不是成分党 我对成分一点也不太了解 我对眼霜的诉求就是补水保湿 然后它有淡化细纹的功效就可以了 眼霜大概的功能无非就是淡化细纹 然后消肿 淡化黑眼圈 滋润啊这些功能 大概都是这些的 我都是上网看 主要是看产品的官方介绍 然后再看大家的使用感受和对产品的评价 然后根据我个人的情况来选择购买 OK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吧 首先是懒麦合的流金眼霜和胸腹眼霜 这两款眼霜是我大概用三年以上的眼霜了 一直在无限无限无限回购和使用的 首先是这个流金眼霜 这个流金眼霜我都是放在晚上用 因为它的质地稍微厚重一点 然后滋润度要高一些 所以说我给它放到晚上 它这个延展性很好 味道也很好闻 而且它这个上面还带一个这种按摩的小仪器 这个小东西 然后它是吸铁实的 可以吸在上面 这瓶眼霜是我去年 大概年底左右用完的 我没有扔它 就是因为这个按摩头 如果单留这一个的话 我怕搞丢了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瓶子留下 因为它的吸铁实不如一丢 这个产品真的是超级不错的 味道各方面在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这款眼霜就是浓缩修复眼霜 它的质地相比来说 这个流金眼霜就轻薄了很多 滋润度很好的 吸收特别特别快 这瓶眼霜是它的新版本 老版本它的颜色应该是白色的盖子 然后这个新版本颜色换成淡淡的玫瑰金色 这款眼霜我都是放在早上用 因为早上我不需要太厚重的眼霜 这款眼霜它的质地就是纯白色 我买这个是4月份4月初买的 用了已经有用掉三分之一了 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白色 然后味道也是挺好闻的 很淡的味道 滋润度好 这款眼霜也是主打黑眼圈啊 什么浮肿啊 还有淡花细纹的 这两款眼霜 蓝麦和这两款眼霜 都是我一直在用的 大概有三年以上的时间 用它的这段时间 我脸下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眼带 没有内钩 也没有黑眼圈 然后眼下皱纹 大概就是在卧蚕的根部 下眼皮的根部有几根 所以说这两款眼霜 真的是超级不错的 用它这几年 我眼下的问题一直没有变得很 很夸张 一直维稳的不错 所以说这两款眼霜 我会一直无限无限回购下去 我也很推荐大家 不妨尝试 没有尝试的我小伙伴 不妨尝试一下 真的是很好的产品 推荐 从今年二分开始 我的眼下皱纹突然加重了 我到目前为止 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问题出来的 之前我是没有眼带 没有黑眼圈 也没有泪沟的问题 从二分开始 这个问题一夜之间全都爆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有可能是睡眠的 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到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所以说接下来分享的眼霜 都是大概从我三月份开始 陆陆续续买来尝试的 然后看看它的效果 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 首先这个就是兰蔻的眼霜 这个眼霜是我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用的 用它的时候 我眼下还没有什么问题 它的膏体是这种白色的膏体 味道也是很OK 一般眼霜味道都没有什么太怪 都是很淡淡的味道 都挺好的 它这个眼霜的质地也很轻薄 我用它的那段时间 我眼下还没有什么问题 从二分开始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用它 把它用完之后 我的眼下这个皱纹 没有任何缓解 只是滋润度是OK的 所以说这瓶眼霜 我就不会再回购了 这瓶眼霜是亚斯兰黛的 小中瓶眼霜 它这瓶眼霜 也是我三月份开始购买 然后使用的 它的膏体是那种凝胶质地的 我也用完了 已经看不到什么了 它的味道是很好闻 一般眼霜都没有什么问题 味道 这款眼霜 我用完一瓶下来 也是无感 对我的眼下 皱纹没有任何的帮助 滋润度一般 而且我不太喜欢这种凝胶质地的眼霜 我觉得不太适合 可能不太适合我这个年纪 我现在40家 已经往50家这个阶段走了 所以说眼霜首先要滋润 但是它这个滋润度在我这里就不行 用完一瓶下来 眼下皱纹没有缓解 无功无过 我不会再买这个产品了 这瓶眼霜是兰克的清纯眼霜 这个眼霜是网上 大家对它的评价超级的好 空瓶剂啊 爱用品分享啊 都会提到这个产品 然后我上网还做了一下功课 对它的评价就是 用完四周 眼下皱纹是会淡化的 然后我就三月份 我就去买了一瓶 它的也是这种白白的淡淡的粉色 味道是很好闻 真的是不错 而且包装也是很漂亮 高大上的感觉 很有质感 但是我用完这一瓶下来 眼下皱纹并没有什么缓解的迹象 但是它的滋润度要比之前我说的一个亚斯兰黛啊 这些好很多 它的滋润度真的是不错的 但是淡化新闻我没有什么感受 但是因为网上对它的评价很好 不同的年龄用它的效果都不错 所以说我对它还是抱一丝希望的 所以说我又回购了一瓶 这是新的还没有开 我也在想再给它一次机会 再用一看 如果用完这一瓶之后 还是对我的作文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话 我就不会再回购它了 这个也是亚斯兰黛的一个眼霜 这个眼霜就让我有点不太喜欢 这瓶眼霜我是3月23号买的 我有做日期 而且最主要我才用了这么一点点 我是3月23号买的 现在已经快五月末了 我才用这么一点点 为什么 是因为它在我这里一点一点都不好用 它的质地是稍微厚重一点 味道OK 但是它在我眼下的延展性不是很好 用它的时候 然后我根本在我眼下有点推不开的感觉 而且在眼的周围会有一眼白白的边际 我不知道是什么个原因导致的 但是它还是写的 Rich这个还是滋润版的 我在我这里一点的滋润度都感觉不到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瓶我应该怎么用下去 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什么其他方法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否则我这个一瓶眼霜到现在我已经 对它已经很无语了 我之后我也拿它涂在法令纹的地方 涂在法令纹的地方周围也是有一层小边界 我也试着给它涂抹开 但是那种边界还是有还是存在的 并没有很快的被皮肤吸收 所以它滋润度也不好 在我这里 因为我是干皮 我对眼霜首先你要滋润 因为我年纪大了 首先要滋润 它滋润度就不够 所以说这个效果更谈不上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效果 因为我第一关在我这里就没有过去 所以说这款眼霜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怎么把它用完 不会再买了 这款眼霜是西西利的 这款眼霜我要好好夸一夸它 它的在我这里效果是相当明显 这是我的第二瓶 这个是我的第一瓶 我买它的日期是3月24号买的它 然后1月14号我就用完了 用的也很快 它里面还带这种 它里面还带这种按摩的小混珠吧 这种 然后做下眼部按摩 这个对我来说一般般 这个是我的第一瓶 我也用的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剩了 我现在已经回购了第二瓶 第二瓶已经在路上了 这是我的现在用的 已经接近尾声了 还剩这么一点点 就用完了 我是早晚都在用的 而且我不光是用在我的眼下 我也会涂我的给它涂在法令纹的地方 这个眼霜 它在我这里用了一个星期 我就看到了效果 我的右眼的情况要比左眼的重 用完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的右眼就有一条皱纹 就明显的就见淡了 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就很喜欢 然后我就接着连续每天在早晚都在用 而且我用量还蛮大的 因为从二分开始 我眼下皱纹 就突然一下就加重了 我都不知道导致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 有了皱纹加重 然后黑眼圈啊 眼袋啊 泪沟也跟着出来了 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就开始上网去搜索这些不同的眼霜 然后看大家都在评论 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大家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上班起的会比较早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眼下是一直都是很好的 没有眼袋 没有泪沟 没有黑眼圈 从二十分开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说我就开始上网搜 我就看到大家对它的评价不错 然后我就买来试一试 用完第一个星期看了效果之后 我就连续用 用完第一瓶用完之后 效果就更明显 更好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又买了一瓶 现在第三瓶已经在路上了 它的质地就稍微厚重一点 延展性也是很好的 然后很好推开 我用它的时候 我并不是配合它这个按摩棒 我只是偶尔会用 我都是配合 拉麦盒的这个 它的小按摩头 我是这么搭配的 把它取出来一点 然后在眼下打圈 然后穴位按摩 然后持续了 第一瓶用完 效果真的很好 然后第二瓶用到现在 也就差不多快结束了 我的眼下皱纹又浅了很多 我的皱纹如果打分的话 之前出现问题到现在 满分十分的话 我现在眼下皱纹就是五分 就是超级的 我就感觉我的眼下皱纹 一天一天比天淡 当然了眼下皱纹是不可能彻底消失的 毕竟我的年龄在这里快五十 五十加的人 所以说它能淡化一些细纹 我就很开心了 这瓶眼霜真的超级超级的好 如果它有大包装的话 我肯定会回购大包装的 但是它这个只有15毫升 一般眼霜都是15或20毫升 但是无所谓了 其他在我这里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瓶眼霜真的超级的好 我会一直无限无限无限回购下去的 这个牌子是美国的一个牌 网上叫Marie的吧 叫这个牌子 这个眼霜是我四月份购买的 用它到现在也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了 还有这么一点点就用完了 它这个设计也挺好的 是这种按压式的 蛮卫生的 它的味道有淡淡的一个香味 然后高体色稍微厚重一点 但是延展性也是很好的 在我这里也是能看到效果的 它因为它是湿黄唇的眼霜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湿黄唇 这是我第一次 所以说我要让我的皮肤建立耐受性 我就是隔了两三天用一次 隔了两三天用一次 然后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我的皮肤就OK了 我就每天晚上使用它 涂在眼下 然后打去按摩 它的效果我也是肉眼能看到的 我的皱纹也有变淡的迹象 但是唯一的不足就是它的保湿力 对我来说就不是很够 所以说我在它上面 我就添加这个西西里的眼霜 或者是拉麦克的 叠加用一起用 效果就惊人的好 惊人的好 早上起来 我就发现我的左眼的皱纹 几乎是看不到了 但是你要是扭刀头 侧个脸或怎么样 是能看到皱纹的 但正面看的话 皱纹是真的又大了很多 所以说这个产品也是超级不错的 大家在网上评价也是超级好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因为每个人用的效果 都是会有不同的 所以说我就买来试了 结果一试惊艳到我了 真的太棒了 我也是回购了 现在也在路上 而且这瓶超级超级的好 也对我 因为它是黄唇嘛 但是我用它最开始的时候 我眼下也没有爆皮啊 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是觉得有点干 不够滋润嘛 然后后来我搭配另外两款眼霜 滋润够很高的眼霜去配合它 效果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感觉 像我真的超级超级的好 我也很强烈推荐大家 真的不妨尝试一下 真的超级超级的棒 这个是冰岛的一个眼部精华 这个精华在我这里滋润度要略差一点 但是紧致度在我这里是很好的 它的容量并不是很多 很小才六毫升 蛮小的 我用了大概也就三分之一的量 我没有用完这次用完它 是因为我上网看大家说它家有一款眼膜 就是先涂它 然后再把眼膜浮上去 效果会更好 所以说我就没有再用它 我想把眼膜买回来尝试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以上就是我目前为止用过的一些眼霜 和我的个人心得 如果大家还有好的产品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点个赞并关注我的频道 OK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